其实我们也很好奇 你做馒头做多久了 从2018年到现在 也就是两年多的时间 才两年多的时间 真想象不到 做得那么专业 其实我觉得这两年的时间 我成长了很多 最开始的时候什么也不会 也不爱进厨房 结婚之前就是父母做家务 结婚之后老公做家务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孩子的出生 我决定要做一些事情 这个孩子出生指的 是你们家 是我家的老二宝 就是老二宝宝是一个 特殊的宝宝 最开始的时候 一切孕检都是正常的 但是刚生下来的时候 就是在产房里 医生给我看一下后背 就告诉我 是个小男孩 然后就抱出去了 也没把孩子放在我身边 我当时还觉得奇怪 护士也嘱咐 别让这个产妇碰手机 我当时就感觉 为什么不让我看手机呢 家人把孩子抱给我的时候 我一看 这个孩子怎么是白头发 白眉毛 白睫毛 后来家人也拗不过我 然后我就自己看手机 我看手机的时候 就查到了这个情况 就跟网上说的白化病 是一样的 我家孩子的症状 跟白化病的症状 是一模一样 我当时我就害怕 我整个人都是崩溃的 瘫软的状态 当我看到说 这个病是 只可预防不可治愈的时候 并不是说有多少钱 我就能给他治的时候 就特别地无能为力 事实已经是这样的情况 我应该怎么办 晴天霹雳 真的是晴天霹雳的状态 我应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孩子应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说实话最开始那段时间 我怕别人笑话我 我害怕同事笑话我 我会是整个同事 眼中的一个新闻 刘彬青生了一个白头发的小孩 我特别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 一直在逃避 同事来看我都不要见的 我不要见 我不愿意接受 那我就逃避 会对孩子那个时候 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我不想看到 我不想看到 就是感觉它是我的负担 你给我带了太多的惆怅 我刚生了三天 前三天都是睡不着觉的 一直在哭 其实能够理解 因为一个小生命 来到这个世界上 其实是爸爸妈妈都要 精心地去做计划 对 然后这个怀孕的 九个月的时间 对 作为一个妈妈来讲 要很注意自己的休息 对 饮食 然后每一次产检 就是担心这个孩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 会不会有问题 对 所以突如其来看到孩子 这个情况 一时间不能接受 特别能理解 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特别对不住 我公公婆婆 我不想让他们说 谁谁谁的孙子 是一个白话病的小孩 但是 我公公有一次 抱着我老大 来我房间跟我讲 我公公五十多岁 就整个人都是泪流满面的状态 告诉我 说冰青 你养这个孩子不丢人 我们家里人也不丢人 我们共同把他抚养成人 这是我们家族的荣耀 但是如果说 你想放弃这个孩子 这是我们家人的耻辱 不应该有其他的想法 我们就是 要一家人一条心 共同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 这是你应该做母亲的责任 也是你应该做的 其他的都不要想 就是家里人 一直是给我这样的安慰跟鼓励 并且我老公也跟我说 说冰青啊 我们真的是万里挑一啊 万里挑一才会养这样 生这样一个万里挑一的宝贝 其实宝贝今天在台下 我一直在看 他和其他的三岁的孩子 没有区别 很可爱 很调皮 就是可能外表看起来 会比我们普通人要白一些 我感觉好像 他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区别 除了特别白 眼睛 其实我们现在最担心 就是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怕光 视力弱 我最开始了解到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 人工视网膜手术 就是可能 不会改善他视力弱的情况 但是可以改善胃光的情况 但是现在这个手术 又被搁浅了 就是说还是不太成功 最开始了解的时候 可以治这个病 就是三十万的手术费 就是可以做一个 人工视网膜 这也是我最开始 想要创业的一个理由 原因 就是我能不能赚这三十万 给孩子 不要给他做这个手术 所以你学做这个花式馒头 其实就是为了孩子 给他 对 就是为了孩子 手术费 对吗 对 对的 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技术 还不算太成熟 不太成熟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科技 特别是医疗的科技 真的日新月异 因为孩子还小 我觉得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肯定能赶上这一年 所以你现在就是 先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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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有这个条件了 我有钱 我可以拿出来 是这样的